乾隆最爱的女人是谁? 不是嘴炮王魏英洛 也不是白月光复查皇后 而是从侍妾逆袭成黄贵妃的她 慧贤黄贵妃 剧中的高贵妃是个蠢萌无脑的反派 最后惹怒乾隆在雪地里凄惨下陷 那历史上的慧贤黄贵妃真的是这样吗? 为什么说她是乾隆最爱的女人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慧贤黄贵妃高氏 湘黄旗包衣出生 雍正年间被选为了四阿哥弘历的侍女 简单来说就是通房侍妾 从高氏入府时的地位可以看出 她的家族并不显赫 高氏的父亲高斌 只是内务府一名小小的正六品主侍 并不能给女儿带来什么帮助 据史料记载 高氏容貌出众非常有才华 还没登基的弘历 此时已经是没小文青 有这么个红颜知己在身边 立马就上头了 此后俩人经常凑一块吟诗作对 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复查皇后此时还没入府 虽说乾隆还有另外几名侍妾 但论财情没人比得过高氏 所以乾隆大部分时间都是和高氏一起度过的 雍正十二年 雍正亲封四阿哥弘历十女高氏为侧福晋 高氏入府多年 但并未生下一个子嗣 却能从侍妾进封为侧福晋 这和家世显赫的那拉是平起平坐 或许有两点可以解释 第一因为他的父亲高氏 雍正十年高氏调任为两怀岩一使 同时熟理江宁之造一帜 一年后又被命为江南河道总督 高氏在职场上的大放光彩 作为女儿的高氏也沾了父亲的光 这点在如意传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第二高氏本人受宠 高氏入府后就破得乾隆的宠爱 不排除乾隆亲自请封的可能 那乾隆究竟有多宠爱高氏呢 雍正十三年雍正帝去世 皇四子弘历继位 视为乾隆帝 刚继位二十一天的乾隆 将高氏封为了贵妃 而比高氏出身更高的侧附近那拉氏 却仅仅只被封为了贤妃 同时呢 乾隆还下令将高氏的母家 从包衣左领提拔至满洲湘黄起 自此 高氏成了乾隆朝的第一位贵妃 第一位被抬起的妃子 这些就足以看出乾隆对她的宠爱 高氏册封贵妃是乾隆命公主扶进 以及三品以上命妇 向高氏行贵拜磕头朝拜礼 后来晋升的贵妃们 都被乾隆以不是出封贵妃为由免掉了 可见在乾隆心里 这位登基后的第一位贵妃与后来其他贵妃的不同之处 而高氏所驻的中翠公是雍正发妻孝敬县皇后曾经的居所 孝敬县皇后可不像距离眼的那样被雍正咽气 要类比的话 她就是纯元 妥妥的雍正白月光 高氏驻这也是她受宠的标志之一 而高贵妃在圆明园的住所是绍景轩 和乾隆的寝殿隔岸相对 尽管如此 高氏多年来却还是没有一个孩子 乾隆十年高氏病重 为了给病悲的爱妃冲喜 乾隆下旨大风六宫 于妃贤妃令妃纯妃 都是因为这一次大风才得以上位 乾隆十年正月23日 高氏被禁封为了皇贵妃 成为乾隆朝的第一位皇贵妃 可惜的是三天后 高氏就去世了 对于爱妃的去世 乾隆数年后才得以介怀 高氏去世后 乾隆用钦定慧贤二字为他的嗜好 乾隆一生只为四个女人定过嗜好 一个是发妻妇察氏 令妃魏佳氏 生母孝圣献皇后扭咕噜氏 还有就是高氏 而贤这个字是很难得的 在孝贤皇后的记文中 曾记录过这样一件事 乾隆给高氏定氏为慧贤后 孝贤皇后泪流满面的向皇帝请求 希望将来自己去世后 也能得到贤这个嗜好 活着的人讨要嗜好 并不是件吉利的事 乾隆听着不是很高兴 可是没想到三年后 孝贤皇后真的去世了 乾隆这才想起孝贤皇后说的话 于是亲自给皇后定视为孝贤 并把哭讨贤氏的事情写进了皇后记文当中 乾隆对高氏的特别不仅仅是在嗜好方面 高氏去世时正值田仓日 于是此后数年 乾隆都会在田仓日这一天写诗怀念高贵妃 据记载 乾隆先后为高贵妃写下十六首誓词 以解哀思 爱妃去世后 乾隆在青东陵所在地尊化 为高氏的父亲赐予了锦邻山林的一块本地 希望高氏能在父母过世后 和他们长久相望 乾隆十七年 高氏与孝贤皇后哲敏皇贵妃 一同葬古玉岭 一生都没有子嗣 却能畏居皇后之下 说句她是乾隆最宠爱的女人 一点都不为过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岁特祝